準總統賴清德與新政府團隊即將在520上台 全教總針對之前錯誤政策與疏失提出三項訴求 包括社會保險保備免納所得稅 返還公教年資補償金 私校退府費率提高至15% 要求新政府盡快進行盤點並提出修正 106年8月9日所公布的退府新制改革 其實法律條文寫得很清楚 5年內考試院應該會同行政院 針對制度的設計還有年金永續的部分提出檢討 那我們今天到今天為止已經將近快7年了 非常感謝我們國民黨團的賴斯堡委員跟柯正恩委員 終於趕上進度 我想政府不做 立法院應該來帶頭來做這個部分 對於整個退休制度應該要做一個檢討 520新的政府上台 我想藉由這個機會 對於整個蔡政府執政8年來出現的一些錯誤的政策 還有整個特別是在退府這一塊 我們提出三個法案的一個訴求 非常感謝國民黨這邊的一個提案 第一個是社會保險免納所得稅 各位了解我們的一個保險 保險的部分分為社會保險 職業年金還有自購的商業年金 第二層的職業年金的部分跟第三層的一個自購的商業保險 都有免稅的一個規定 那第一層強制的一個社會保險 也就是公保跟勞保的部分 竟然沒有這樣子的免稅的處理 而且這個已經執行這麼多年 這是不是行政的一個怠惰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立法院這邊 針對這個案子提出 我想它是非常有公益性的 不管是公教或是勞保的部分 應該在第一層的一個社會保險 可以這樣子一個免稅的一個處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繁繁公教補償金 我想在年金改革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支持理性的一個改革 但是有些改過頭 特別是在補償金這一塊 我們講過非常多次 補償金它第一個 不是跟我們的財務沒關係 它是政府在84、85年 那時候的一個年金改革 為了補償公教 為了補償公教的一個損失 由政府的預算所編列的 跟我們的一個整個基金的一個水費 完全沒有關係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在改革的過程當中 軍人保留下來的 公教竟然拿掉 那這樣一個不公不義的一個現象 這麼多年都沒有人檢討 我想這絕對是一個 合乎公平正義的部分 所以有關反反年資補償金的部分 是我們第二個一個訴求 我想這個部分也非常有正當性 那第三個部分 就是有關失效退服的費率 要提高到15% 112年新的公教人員 採用的也就是跟失效一樣的一個制度 就是確定提波制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就知道 他個人的一個帳戶 那新制的1、2年公教 公教的部分 它的提波率是15% 我們了解提波率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確定提波制 個人的保障 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失效退服已經實行這麼多年 它現在還是12% 那政府竟然一直沒有看到 對於失效 我想失效的老師跟公教老師 一樣服務 一樣應該有這樣國家的一個保障 那這個12%應該要提高到15% 這也非常合理 所以我想這三個訴求 是我們認為說整個在退服改革裡面 這三個應該極力的來做一些處理 那非常感謝我們 賴斯堡委員這邊已經這三個案子都提了 我們呼籲 呼籲 朝野 還有國會 這個政府這邊 要正視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 遲來的公平正義 應該即刻的針對這三個法案 我想朝野應該有一次的一個公司 應該來推動這個法案的一個成功 全教總表示 以上提案已拜會多位朝野委員 獲得立委賴斯堡 柯智恩 洪孟凱等人認同 後續將提案推動修法 我們站出來挺全教總的訴求 其實跟18%沒有關係 也不是反改革 我們真正的是撥亂反正 撥亂反正 我們看到第一個訴求 第二層第三層的一個保險 都可以免納所得稅 為什麼第一層的要交所得稅 這沒有道理啊 完全沒有道理的事情 第二個 這個補醬金 你適度改變 從5%降為4% 怎麼就忽略掉了 納所就認為是應該給他們的 那中間行政上的一個失誤 我們希望把它扭回來 那第三點 我也跟各位報告 他們提的是 希望從12%提播變成15% 現在我們的勞工是6% 我前幾天才去一個公務團體 其他有些公務團體都提出來了 6%去太久了 他們希望提到9%最少 所以大家是希望 對退休這一部分 多一層的保障 本來本來是老蘇 是怎樣 公立的可以 阿蘇好好的不可以 我覺得在這整個 所謂的公平正義上 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有關於私校退伏率 提高到15% 本期當然是給予支持 然後第二個 我們提到的補償金的部分 我真的必須要呼籲 很多民進黨的政府 現在只要提到年金的改革 馬上你現在所有看到的梗圖 都是18%要回來了 18%要回來了 每個人就到處在轉傳 18%要回來了 你好像只要提出跟年金改革有關的任何的一點意見 他們就告訴你 你就是反改革 我覺得這樣一個論述是完全是禮謀的 我們今天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們不可把法律上規定該給人家的就還給人家 我再次說一下 這個所謂的年資補償金 沒有道理 軍人的這個部分是可以保留 那為什麼108年6月30號之前退休的就可以領 之後即使只有差一天 你都沒有辦法領 這完全是不符合所謂的公平正義的 立委洪孟凱亦表示法規部分該修改就要修改 該與時俱進 畢竟現在已經是通貨膨脹的時代 法規也要跟上社會需求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15% 失效退伍15%